感谢宣传 感谢先学的 接下来 这一卦是拨卧 我们前面上部那个牵卦是六摇界级 这个拨卦 记录是六摇界修 那我们前面那一卦是养生 养生是为了健康 这一卦是教我们养生的时候 不要注意 心不要有道德败坏的事情发生 要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 心败坏 生就会败坏 事业就会败坏 家庭事业都会败坏 所以这个拨就是也有败坏的意思 所以一个人要注意自己 除了身体的败坏 要注意养生 那我们的人生也要注意养生 人生就是不要有败坏的事情 那这个就是剥挂 剥落 那挂下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个一摇 只有一个羊摇 那这个羊摇 压不住这个羊摇 所以它就会掉下来 掉下来变成复挂 复挂就是一阳复虚 但处在这个阶段是最危险的 因为山会要垮下来的 山会垮下来的 山地坡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一挂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 人生有很多的风险 我们要去做好管理 但人生的风险 最大最大的风险是自己的心 品德要守好 如果品德出了问题 那就是人生最可怕的最大的风险 也就是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除了要照顾他的身体 你还要照顾他好他的品德 他从小如果品德出问题 他这一辈子命运就会很坎坷 人生就会充满各种风险 所以应对风险的智慧 白羊易经教我们是不要怕剝落 剝落要让不好的剝落 叫做不好的洗线剝落 因为有了不好的剝落 才可以显出美好的冷静 就像这一杯水装的是很污秽的水 你要把它倒掉之后 重新造我们干净的水 这样子才能显出他美好的冷静 所以有时候 做人 他有时候会有一些 千千长长 他很难放下 明明知道这些是不好的东西 他会放得下 那剝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他也是在告诉我们 不好就让它剝落吧 反正人的身体到一个阶段一定会坏掉 坏掉就坏掉完 从头再来就好了 那不然拖劳命 拖着残病之身 生活反而更不好 生活的品质也是 当然能够治得好最好 治不好的话就干脆剝落成军了 或者是干脆就丢掉作为那 回去离天库家乡 当然这个道理有修 才有办法 好 所以从挂象来看 三地崩塌之下 上为山下为地 三地波 这个山有可能会垮下来 因为五个阴谣压不住一个阳 一个阳谣压不住五个阴谣 这个叫做小人得事 金子困顿 事业败败 我们从这个挂象来看 阴谣代表小人 阳谣代表正能量 代表金子 金子只有一个 所以困顿 那小人得事 因为有五个阴谣 这样子的情况是失业败败的情况 有危险 这个危险有整个奔落之下 代表人生的风险很大 不可随便贸然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呢 一经不会一直告诉我们不好的 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去应对 譬如顺势而止 内柔顺而外停止 因为山代表停止 大地 地代表柔顺 柔顺而停止 这个是代表我们在应对 重大的危险的时候 一个基本的修养 就是说 现在有个危险来了 可能会有奔落 奔塌 垮下来的危险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跟他硬碰硬 叫做柔顺 柔顺就是不要硬碰硬 不要对立 摆用低姿态 可用软实力 而止 止就是不要一直往前冲 继续跟他硬碰硬 这样 所以顺势而止 顺硬 时势而停止 不可贸然向前 卦气的阴阳消灿 这个就好比 这个卦 在十二消息卦里面是九月 九月被拨过 那阳气开始要被逼退 小人逼退金子的意思 拨除殆尽之后 重新再来这个阴阳复失 所以处在这种要被剥落的情况 要被逼退的情况 阳气 金子的气快要没有了 很弱很弱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设法避难 不宜行事 然后这个卦代表 如果就一个人来讲 代表他的负能量很强的情况 负能量很强的情况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是 好 我们随便 找个卦象来讲 负能量很强的意思是 因为负能量就代表阴阳 它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代表负能量越来越强 负能量是来自于 做了违背道德的事情 道德败败的事 所以从一个增长到两个 增长到三个 代表负能量在滚血球 越滚越大 越滚越大 为什么会越滚越大 譬如说 我今天跟人产生冲突 心中有了厌恨 回到家 就开始跟家的每一个人讲 出去又跟朋友讲 那没讲一次就滚一次 没讲一次就滚一次 然后越讲你会发现 它越来越严重 因为 刚开始讲的时候 随便常讲 后来越讲 不只咬咬切齿 还痛哭流涕 好像很受委情 就代表它能量越来越强 负面能量越来越强 负面能量越来越强 负面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 前面就像那三摇 它还会讲 到了第四摇 它突然不讲了 这个时候你要更小心 这个时候变成 把自己封闭起来 因为跟大家讲 怎么讲也没用 那大家都笑它 不理它 都说你在放录音带 重复的那 那干脆不讲 不讲就会有忧郁的倾向 然后呢 如果没有进入治疗 到了第五摇的时候 就是幻听幻觉 被害妄想症 然后就突然间给你跳下去 或者突然给你割碗 突然给你食安眠药 不想活啦 很痛苦啦 这样 那就它这个摇摇一嘴 剩下唯一的那个生存意志的羊摇 快要美了 都是负面的 比较也强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很小心去处理 因为它刚开始 这是一个心情上负能量 负能量的产生是跟品德的败坏 很快 那其实品德败坏有时候是 也不是真的做一件坏事 它可能就是讲个话 然后跟人家起冲突 人家就开始 我骂你 你骂我 基于具象骂 骂你骂去 然后呢 它就会累积 那一种负面的能量 每次看到它就要跟它吵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没有放下的话 我们就会开始讲一些 伤风败德的话 诶 请问骂人的话 会是好听的吗 嗯 然后你讲给个人听 讲有一个人 会讲他多好吗 都变成讲一些负面 你就会知道他心里面 充满了负面想法 所以有时候负面的想法 就是来自于我们不小心 在外面跟人家冲突 或是不小心被 反正就是碰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然后就开始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 这种负面的想法 要赶快把它去掉 没有 它会累积 它会鬼血求是的 越来越严重 它不会睡觉起来自动消除 所以我们来看看 它的挂词 波不利有幽 干脆就跟你讲 波就是不要去做什么事 也不要去哪里 赶快停下来 柔顺之子 那波 柔变刚也 不利有幽 这里意思是说 整个 你看它唯一的羊羊 变成了第六羊 整个基本上都已经是负面的 这个柔 这样比较负面的一些 阴柔很强 阴柔非常的强 那所以 这个负面的柔的小 就是阴谣小人很强很强 所以说小人不利有幽 最好 顺而止 这个就是挂象上讲的 观察 情况 再做定度 不要贸然而进 所以 君子在这个地方会 会稍微小心 观看消息再结定 那 孔子说 遇到这样的挂 要多做好事 如果你是人家的上面 要多照顾下面的人好一点 安宅 这样子才能够安顿人情 那也激安 激家才能够安静 那 好 所以 不利 不利有幽亡 就是说 不宜眼型 不宜出门 那所谓的 眼型出门 就是最好都不要揍出去 待在 暂时停下来 待在家里 好 那 那 刚刚讲到孔子说的 上以后下 安静 在上会者要对人好一点 这个后代 让人安稽稳定 好 再来看看 我们白羊怎么讲 白羊义 这个剥挂非常重要 也非常好 因为 他告诉我们 怎么样子把心中的一些负能量 一旦 心中有了负能量 赶快去掉 对不对 怎么去掉 这里教我们的方法 第一个先还公子行 再过来 如果还是不行 拜去求道 你看 这个白羊义经的六十四挂 只有一个挂 拨挂 第二摇 讲要去求道 其他没有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拨挂真的是 很凶险的一个挂 因为他几乎六里 摇摇皆凶 那这个时候唯一能对视他的 就是求道 求道 这样说 求道是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正能量 把你 灌进你的心里面这样子 把一些负面的东西看能不能把它清掉 缓攻内行 求之以道 成以艳之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但是求道 要以真诚 才会有感应 另外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这个方寸宝地做起 而且要持之以恒 方寸宝地就是明智一点那个地方 怎么做 就是涵养太和正能量 大家都求过道 知道守贤归零 其实守贤归零就在养太和 因为当你一守贤官 就是劳算意 怎么样 一念不深 一念不深代表清静 清静相和 灵灵明明 不能睡着 那个状态叫做太和 那是阴阳非常非常调和的状态 就是太和 所以心会很宁静 很相和 要常常含养这样子的一个 宁静相和的话 那个太和正能量就越来越强 很多那种心里面的不好的东西 就会自然的燃散掉 放下 所以不离方寸 但是不容易做 求过道之后 有多少人真的每天每天 守而不守 不守而守 都不离弦观一窍的宝藏 然后都能够持之以恒 刚毅兼之以持 常持聪明智慧心那个意思 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做到这样子呢 我们的心常常会起起伏伏 有时候很悲观 有时候很欲卒 有时候又很嗨 又很快乐的样子 又对未来充满信心 可是 可能听到一句话 也许人家不是针对他人 问怎么样 哇 一下子又跌落下来 心又到了谷底 又好像觉得自己都没希望了 一切都好像 没救了 再怎么努力都没用了 没救 没用 没希望 这种负面的想法 反反复复 常常会有 一会儿好像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会儿又没希望 所以我们的心常常这样子 起起伏 所以这个地方 为什么人有时候会走向坏坏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坚定 另外 正能量不够多 都是一些负面想法 常常觉得没希望 没救 没用 一直都要想 反正人家也是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吧 常常这样负面想法 所以 不离方寸 一切福田 都要靠自己了 然后呢 刚义坚持一合 去涵养那个正能量 透过缓公自行 好 所以有得禁止 亦有像是要招待风险 首先缓公自行 还请自己有没有错 还请自己有没有偏离道德的言行 先不要管偏离 自己有一个负面的想法 带回家里 很可能家人都会照样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先放在心里面 好好的想一想 还行一下 缓公自行 到底错在谁 如果错在别人 那就好 也不要对别人产生怨恨 叫做 有则改之 无则加厉 看到别人犯错 我们把它当作借鉴就好了 不要因为这样跟他对立 甚至跟他成为仇家 缓公内行 要像孔子一样 好的放在心里面 不好的当作借鉴 不好不要拿来当八卦到处讲这样子 讲人家的八卦自己就在制造负能量 自己也会受伤 好 有偏离道德的言行 就是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负能量的东西 管公内行是最知道的 然后在品德上要真心诚意 就是一个人最重要就是他的品德 不要说不择手段为了得到什么目的 就把自己的品德都弄败坏了 这样子以后怎么办 以后就真的没救了 所以品德上要真心诚意 以刚义兼制 自我要求 做很好先说好话做好事 从自身做起 自能化解向下办法与其 而成就一切复天 所以我们的百洋意是遥遥接起 我们从这些 这六个遥里面讲的内容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 告诉我们负面的东西 就是教我们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让自己越来越好 好 我们来看看这六个遥 这六个遥基本上 他连带的六个问题就是 人生的败坏从品德败坏开始 为什么 那怎么样子能够发解到自己 有偏离道德的原型 那怎么说 品德上的真诚是一些成功的要件 另外多存好研修的话 做好事是修得最好的方法 还有怎么防止团体的败坏 化解校下败坏的危机 怎么样能够修身 是我要求成就一些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是讲这个波挂所说的那个 为什么会三地波会整个垮下来 其实它是有一个开始的原因 这个开始的原因就是 一个人贫的败坏 好 它很危险 来 我们念一下这三堂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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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已足 它是用床來做比喻 床有四肢腳 然後這個床 那個四肢腳的最下面開始腐爛了 叫做波床已足 滅真 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失去了金子的正道 也就是違背了做人做事的那個 品德 道德 所以第一個 講到最基本的壞壞 就是那個床腳的底部 是因為違背了道德 品德的事情 所以是很廣秀 所以我們說孩子的教育 最重要就是他的品德 真的 我們在道理中這麼久了 我們都知道一個人 人生能不能成功 有時候不是你賺多少錢的問題 應該說人生要成功 品德一定要好 如果做了違背品德的 道德的事 就是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賺了錢 看起來像成功也會垮掉 因為不道德的事情是沒辦法真正成功 這是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做了這樣的事情 就是違背了品德 違背了金子正道的事情 怎麼辦 通常這個時候只有靠自己 反攻內行才會知道 因為有些很多事情 只有自己最清楚 自己做了什麼 自己最清楚 這個時候靠自己去幹 所以 自盡持之寸行前 行之欲道事行垢 這就是要自我還行 然後從當中找到自己 不對的地方 所以小孩子患錯 處罰他是一回事 但是處罰他之後 如果他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那他還會繼續犯 所以小孩子如果不小心患錯了 後學都叫他們在佛前跪著自己 想清楚 懺悔 想清楚到底錯在哪裡 想清楚了就起來了 如果想不清楚 還是搞不清楚自己錯在哪裡 就繼續跪著了 你想好想對了就來跟爸媽媽講 其實這個目的就是 希望他要反攻內行 想想看到底自己錯在哪裡 不對在哪裡這樣子 所以 反攻內行對一個人來講很重要 尤其我們要在品德修養上下功夫 有時候不能靠別人 真的要靠自己 靠自己叫做 圓以利己寬以待人 就是這要求很嚴格 每天每天起心動念 都要管好三行五身 那是真子 就這個意思 無日三行五身 每天透過緩醒 觀照自己 品德上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講錯話做錯事 有的話改 那不要怪別人 一定都自己有問題 才會這樣子 那不斷的改正 不斷的 透過緩醒 去提升自己 改正自己 因為改過一生智慧 其實自己有一點也好 這是第一個要講的 第一個要講的 比較 比較 隱為的 就是自己的緩醒功夫 如果自己沒做 沒有人能夠幫忙做 再來 已經有了言跟行的問題了 有偏差的行為 但他自己可能不知道 偏離道得言行 那這個時候 就是要把他的良心點起 叫做求之以道 那我們看到這裡 這個床呢 已經腐爛得比較嚴重 來到小土這個地方 剛剛是床腳的底部 現在是床腳的腿部 那就是上面的地方 滅真修 一樣的 他就是那個 行為上已經嚴重偏離的道德 偏離的精子正道 代表邪惡之期不斷延伸 充滿的凶險 違背精子正道 越來越嚴重 這個時候 已經偏離道德的原型 要很小心 尤其我們看到的小孩子 從小天真威脅 他其實不會講謊話 不過小孩子是在 成長過程當中 會不會講謊話 小心喔 有時候他也會喔 譬如說 他看到一個小玩具 他想要 就把他放在口袋裡 人家在問的時候 你有沒有拿 沒有 給他 會過一次之後 下次 他就會一而再再而生 所以 小孩子如果 發現他的品德有問題 其實很容易 就是他講謊話 跟做了事 仔細細看 他有沒有說謊啊 他有沒有做一些不好的 其實小孩子喔 他去偷東西啊 這些就很野種 你說他調皮啊 去到處捉弄人 愛的環啊 這就還是小事 就是要注意他 他有沒有偏離道的危機 一有一定要趕快糾正 沒有糾正 他會越來越嚴重 就是邪氣 越來越擴大 所以 白羊易經的這個謠 告訴我們要求道 求居已到 很嚴重在這裡 因為這裡有向下 剝落敗壞的情況 越來越明顯 代表這個時候敗壞 已經有錯誤的觀念 所造成的偏差行為 就是因為 他沒有通過緩工自行 然後察覺自己 很對 他就會繼續 受一個觀念的影響 錯誤觀念的影響 就像那個在 在結印車廂裡面 要去看人 我想他會有這樣子的 這麼強的負能量 這種想法 絕對不是一天 一朝一夕能夠啞成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他的錯誤觀念 既然沒有人 去改正他 發覺的可能有 看了他怪怪的 但是改正不了他 因為 人的觀念一旦形成 你要改變他 只會求道 求之以道 然後 喚醒良心 以前 在霍學缸他去大廠的時候 就給我聽說 說有一個在黑社會混的 常常警察 都會找他 一有這邊丟了什麼事情 就去找他 是不是你偷口 那一種地方上的 黑社會的人物 有一天被妒忌求道 那求道之後 慢慢他真的改了耶 我們去到他家的時候 看到 他原來在開騎乘車 一邊開騎乘車 一邊渡人 家裡來成立佛堂 他本來是黑社會的老大 類似這樣 所以 良心本性 一旦點起 他慢慢會改 潛移或化 這就是求道奧妙之處 在言行上 就會開始調整 因為一個人 眾生只有佛性 那你馬上點醒 他自然而然就知道做人做事 該怎麼做 不要違背良心本性 這是求道的好處 從根本幫我們救起來 這是第二個原因 另外 一切敗壞是因為品德敗壞開始 所以品德上的真誠很重要 來我們讀一下六三號 六三 波之五色 台曆 誠意 厭知 行道之獨 師以敬 心意 比達師以溫 好 六三 因為 它 是唯一跟 上 九 相有的 就是說 一氧一氧相有 所以它跟那個 上面的正能量有相有 所以就把不好的地方剝掉 剝中 剝石的部分 把它剝落掉 像這個牆壁會有一些七塊要掉了 那 看起來難過了 對不對 刮掉 把它刮掉 雖有減損 但可保無在養 保無舊 可是呢 問題有沒有真解決 沒有 它只是表面把它處理 內在沒有處理 表面跟內在差在這個 乘 真乘 有沒有 乘以厭知 行道之獨 師以敬 行意以達師以問 就是要從根本上去改變才可以 一個人求完道之後 如果能夠發出真誠動力 沒有什麼事情都能改 再壞的人都可以改變得很好 這樣子 因為他發自內心的真誠 改變了自己 所以還是得靠自己喔 別人要改他還很難 來發真誠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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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